首先回到我们的这个Power BI 我是不是要做文字探勘 那这个文字探勘 里面我有没有这个 复获力的持平 没有吧 所以我是不是要把这个档案叫进来 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这边请点文字CSV 然后去选复获力持平 然后开启 它变成有那个持跟属性 点选载入 我这边是不是就有了第三张资料表 复获力持平 针对这张资料表 复获力持平 colon1 就是把colon1再分出来 分出来之后呢 我可以产生另外一个栏 叫做所谓的磁性 然后到时候我就把那个磁性 去分类 所以针对这一栏 我又可以再去划分 如何划分 请用常用 转换资料 找到刚刚那张资料表叫 负获利持平 麻烦请把这一栏 去做分割资料行 依分割符号 依分割符号 所以它已经帮你选好了 你这个时候只要按确定就好了 请问这是不是就是磁 这就是磁性 请把右刮符拿掉 滑鼠右键 点黄色这个地方 取代 取代值 然后要寻找的值是右刮符 取代为什么 什么都不要打确定 我现在最后请做常用底下的这个 关闭并套用 你这样就三个拦了 请做 刚刚以上动作叫资料请理